古剧机下月会在香港举行一场向张国荣致敬的音乐会 并会推出一张致敬专辑为歌迷会筹款 今日到电台宣传特意选了当年喜爱的金曲《最爱》自拍台歌 谈到多年来为工作打拼 现在会把时间多分配给太太及家人 在工作跟家庭生活上有比较平衡 那大家有看到前面我发过一些post 就是跟太太去旅行之类 那所以我觉得都到了几十岁了 所以不只是在工作 应该在人生上有某一种的平衡 那所以跟家庭跟太太各方面 那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我把作品就是交出的时间 不代表我到别处工作 也许我是跟老婆去过我们的生活 问到旭否想努力生小孩 谷吉吉说一直有保养身子 但生小孩要看甜意 暂时还没有了 有的话我一定告诉大家 然后努力好像每次都要多谢大家关心 可是努力是有的 只不过这不是努力能解决的 这不是工作 比如说我努力做好一张专辑就把它做出来 那所以有很多都是要天意的安排 那所以更加我需要在工作跟生活的时间上的平衡 近日网上疯传一张古剧机与赵薇当年的吻照 这些是前生生有萌萌实拍的 那最近那个吻戏多谢大家又翻出来了 那个吻戏是说我跟赵薇在大家的围观 围观是这么近啊 就像大家这么近的围观底下 就那个吻戏吻了好长这样子 我大家觉得都是有史以来最尴尬的吻戏 我当时我拍的时候我还好 因为大家看到除了围观的大概十个人左右之外 其实当时我可以有机会 我拿一些撤拍的剧照给大家看 其实当时我想有一两百人都在现场 这个五百人都在建筑子上 就像自己为什么这样子